此世人中 仅一人可称帅 与者为家而已 而这唯一被老蒋认可 有资格成为元帅的人 就是共和国元帅之首 朱德老总 蒋介石和朱德老总年龄相仿 两人几乎是同时参加的革命 朱老总自参加革命后 就一直在南征北战 他参加了重九起义 护国战争以及护法战争 优秀的作战指挥 才能让朱老总很快就名声在外 朱老总成为众多革命者心中 崇拜和敬仰的对象时 蒋介石才是个无名小卒 他早听过朱德老总的威名 心中也是倾慕已久 然而由于信仰不同 两人走上两条相反的路 蒋介石对朱老总的仰慕 转变为了恨 因为朱老总实在太优秀 有他在对蒋介石的国民党 是极大的威胁 蒋介石曾不止一次下令 不惜一切代价 抓住朱德 不论死活 他还屡次提高悬赏金融 从五万大洋涨到了十万大洋 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蒋介石又萌生了想拉拢朱德的意思 但朱老总革命意志坚定 蒋介石无法得逞